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今天是2月6號禮拜四 好 我們看一下 台股今天開高以後走高 中場大漲176點 但是量縮到1431億 好 其實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這一波會反彈上來對不對 在這裡我跟各位講 我在節目上有算給各位看了 11138 這一根是調整 算出來是11156 如果你在這一天沒有看到 1月30號沒有看到電視 1月30號或31號 你這邊看電視你可以知道 我有跟各位講過了 好 OK 那今天從這裡 連續彈升上來 從11138 漲到11749 也就漲了大概600點 跌了1000點 漲了600點 那其實這裡的漲升 我是很有疑慮的 他彈上來 不可能會彈這麼多 所以我今天找到兇手了 老師為什麼今天找到兇手 好 OK 看這裡 這個是蠻重要的東西 來 來 注意看這一則消息 這是盤後 中國大減大減對美國加增的關稅 減喔 加稅 本來的關稅都減50% 好 OK 那我們就要看 本來它是從2月14號 就是從2月14號開始 以加增的去年9月加增10%的 調整為5% 加增5%的 調整為2.5% 那是針對750億 所以這個就是很稀窍了 以正常來講 我們一般來講 正常這樣跌下來 一根長黑K 它做一個所謂的跌升反彈 是很正常的 但是這裡的漲漲過數 漲得太快 你看它從這邊上來就是100點 100點200點這樣子在漲 這裡跌下來1000點沒幾天 這彈上來600點也沒幾天 所以我終於知道 原來是這個大陸最中 大陸最美國的一個所謂的 減稅的部分 應該事先有人知道 可是在美股的部分 就在美股 美股就是這樣漲啊 稻窮漲得快到碰錢高 對不對 那納斯達克呢 過錢高 過錢高 所以代表 之前已經有人知道 這個減稅的一個所謂的問題 那現在呢 已經有人知道 他就事先點點頭買嘛 就在美股的一個所謂的部分嘛 那當然在台股的部分 有一些外資大概也知道 他也會偷偷偷偷買 但是現在呢 這個利多見爆了 這個利多 而所有人都知道 減稅的部分 減了50%的部分 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你要小心 利多出進 利多出進 當然如果是 已經漲了600多點 才出現這個利多 那你要不要買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這漲得越高 其實你做空利潤更大了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所謂的利多 這又是一個所謂的利多 低檔沒有發利多 那已經台股已經漲了600點了 就出現這個利多 所以你就要小心注意 你要小心注意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低檔永遠是主力做手或高手去買的 高檔永遠是賞戶 看到利多去買的 所以你要小心注意 那我們來看台積電 這一波台積電也是怪 檀身上也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之前跟各位講做330 你看檀身的過程裡面 檀身的過程裡面 它量是縮的 這叫做連續量價背離 那也就告訴你 其實這個是在做又多 它不是回升 那我們怎麼去看 來 你要調整一下 既然有利多調整 那現在 在低檔有利多 那拉伸上來 利多出現 你要注意333 因為台積電你不可以不知 它是外資的一個所謂的 操作的一個所謂的風向球 風向球 甚至你要看 來 玉金光 玉金光之前跟各位講過了 怎麼做的 我都事先跟各位講的 對不對 今天還是有人在做出貨動作 來 之前告訴你612 612這邊空 然後是不是告訴你這裡 我先補一下 對不對 那反彈上來 我曾經跟各位講過 你在哪裡你要小心注意 好現在直接跟各位講沒關係啊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又看好玉金光了 這個區域你就要小心了 這是用算 這是用切割率去算 我還沒有算其他的 如果他真正來講的話 這裡你就要小心了 空底 強烈空底 那之前這裡叫你要空 那這個部分 叫你要做回補 那彈升上來 你彈的越高 你做空力就更大 今天玉金光是彈升上來 但是你可以注意看 你注意看 最後一盤人家是在賣 這是前盤內盤架 那你看玉金光 你就要看大力光 大力光出現什麼狀況 來 大力光你注意看 大力光是 很純品 很純的蘋果 蘋果供應鏈 好那你看 大力光合併营收41.1億 第1月月減19% 月減1月份 1月份营收41億 好OK 那我們就要看 41你記住了 來 1月份是41億 12月份是50億 11月是66億 那當然1月份的工作天數 是比較少 那我們是認同 但是也減太多了吧 減太多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 跡象 大力光在12月份的時候 營收已經減少 1月份營收再注減少 我講的是 YOY 我不是講 我是講MOM就是 month to month 不是year to year 月都是真的 但是 已經連 兩個月 營收衰退 尤其是12月份 是電子股的旺季 它竟然是 12月份竟然是減少的 MOM是減少的 MOM是減少的 所以如果大力光有這個狀況 那我問各位 郁金光的1月份的營收 1月份的營收 要在2月10號之前公布 但是這一次因應疫情的問題 延到2月15號 2月15號 那郁金光 它1月份的營收會好嗎 大力光已經 月減這麼多了 月減19% 那郁金光會增加嗎 會比較好嗎 不會啊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談生上 我有跟各位講過 之前在這裡告訴你要跑 我在高檔期 人家跑的時候 是沒人要領情 那跌下來 這一根2月3號的時候 長AK棒 我都告訴你 你短線上應該要做回補 那現在談生上來 你談的越高 你做空力就更大 為什麼 這裡已經形成一個所謂頭部了 注意看嘛 加權是這樣 從這裡 你看得懂嗎 加權是這樣 談600點 郁金光 沒什麼談 這叫弱勢股 所以內行人會不會去買郁金光 不會 甚至拉伸上來 你運行公正在空方做一個所謂的思考 了解嗎 好 2327 國具之前告訴你 這附近 來 這個我都留下證據 是不是456到500 456到500 叫你要買 這裡打開做幾盒 然後這裡咧 在封關之前 我還在這裡 直接跟各位講 我在這裡做空 你可以去調 YouTube的節目 我是不是在封關 前日 那個都有留下記錄的 在這裡請你要空 那這裡咧 這裡 集結的時候 我做回補 上來 我就跟各位講 433 我再去空它 我再會去空它 你看今天926章 這人家在做拉高錯誤 你看得懂嗎 417是前檔418.5底下的 下三檔 代表有人在高檔賣 所以拉伸上來 你要算點會算好 算好 好 OK 3105 之前高點這裡341叫你要賣 對不對 那下來我跟你講融資斷頭 那融資斷頭 很多投資人不會算 你來 我教你怎麼去算 我教你怎麼去算 它的融資斷頭價是在267 賞戶會買這裡 當初買這裡 我跟各位講說 你單一個股一定被融資斷頭 那現在來到這一個價位 這裡咧 你融資斷頭 單一個股你斷頭 又它就開始漲 這就是賞戶 買這裡 這裡做融資 這裡斷頭 斷頭 賣在這裡剛剛是在相對低點 那現在談生上來 那談生上來 我前天預告2935 我要空對不對 沒有我昨天就已經講了 我已經調生它的價格到哪裡 我要去空它 如果你想要空你就跟著我 你就跟著我就對了 好來 3324 來這裡233234叫你要空 空空補空空對不對 這裡我全部做回補 來 是不是233234叫你要空 這最高242來到這裡 這裡叫你再繼續空繼續空 然後前天我叫你要空單這裡要做回補 那我等他還上來 今天漲很多對不對 你彈得越高我做空力量更大 我等著第二波的一個是空單 所以我當初是空這裡空這裡 這裡是不是跟各位講 葉問一打十他不可能 雙紅不可能 你是黃飛鴻嗎 不是吧 葉問一打十黃飛鴻 停頓一打十 這裡沒辦法一打二十 我算過 是不是跌到這裡 那跌到這裡很多人跟開外 這裡也是融資斷頭 賞戶買這裡 然後這裡斷頭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你不懂得事先預算技術 你在這市場上 你不可能存活 你不可能存活 好OK 再來看看幾檔股票4943 一樣 康控 196叫你要賣 我空 空空補 空 這裡我最後 這是升學股票 就是蘋果供應鏈的 我在這裡做回補 我等待你彈身上 我就去空它 那這裡我已經把線畫好了 你自己看 你自己去看 不懂的 歡迎你到三關價現修班來 然後再看看這一檔 這一檔叫三人六一 3661 他是不是在高檔 記住 作手不會在高檔買 作手只會在高檔邊拉邊出 那你現在在買 世新是對的 這個都是我未來空單 我先告訴你 對不對 包括3227 來 今天會漲很多 Switch 任天堂 大漲 什麼什麼什麼 有的沒有 宅經濟 對不對 3D感測的 那我問各位 賞戶會不會買這裡 這裡利多一堆 Switch 原相樂開懷 對不對 2337一樣 萬宏是漲這麼高 3227 我還沒空它 我只跟各位講 這個都是我未來空單 2454一樣 之前告訴你 在這裡 聯發科 有沒有告訴你這裡你要小心 441到483 還記得嗎 然後現在這裡 我等到檀身上來 400塊以上 我會K他 我會K他 所以你看的節目就是我這種節目 那我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大陸釋出3億 對美國的進口 的這些產品760億的關稅減半 那這個就是這一波從1138 彈升上來主要的原因 那現在這個利多全市場都知道了 那全市場都知道了 那你想賞戶在幹什麼 原來是這樣大利多要進去買 已經漲了600點才買 我是準備要空它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一根黑K 黑K的問題 這一根黑K的問題 懂嗎 這一根黑K的問題 第二個的問題是 無患病毒的問題 它會影響很多的供應鏈 那這個供應鏈有很多會斷鏈 但是你現在看不出來 它也會形成一個所謂的大洗牌 那你要小心注意 那因為武漢病毒這個事情 是在影響全球的GDP 因為大陸是一個所謂生產重症 那因為怕群聚感染 它的開工日期往後延 甚至有的一延再延 即使它開工了 有很多人是不會上崗 我們台灣叫上班 那他們大陸就是上崗 就是上班 有些人是不會回去上班 會怕 因為現在 又在湖北武漢那個地區 那很恐怖 很恐怖 所以我跟各位講 武漢又是面板 面板跟部分半導體的製造重症 它算是工業重症 它是算一個所謂工業重症 所以你要小心 這未來一些狀況 所以我跟各位講 有很多的高價股 像這個我都4G要空 這個我都4G要空 我之前高空低波對不對 我就等到上來再空 這個我4G要空 4G要去空它 2327我4G也要空它 3661我也要空它 2454 這個我之前都有跟各位講 哪裡是空點 我等檀升上來去空它 6488今天逆四跌 這點外資不是買很多嗎 對不對 那我跟各位講 賞戶都買在高檔 你看 你做股票 是買高檔是對的嗎 我跟各位講 漲多的不要買 大量不要買 過高不要買 高階不要買 那漲很多發布力多你不要買 當初環球金在這裡的時候 這外資調升到 500塊600塊都有 為什麼你在這裡不跟我講 你要調升到五百六百 為什麼在這裡才調升到五百六百 一樣啊 當郁金光來到這裡的時候才告訴你 670啊 結果最高620 22就下來了啊 很多人都滿在這裡啊 一樣啊 國劇來到這裡的時候 不是所有的外資媒體 調升它到500嗎 就到475啊 對不對 那就跌到這邊 那我這高有空我這低補對不對 我等到它上來433我會K它 3105 對不對 我高空 我高空以後下來 這裡告訴你要回補 我就等到它 我本來講293對不對 我已經調升價格了 我就跟各位講 300以上我會K它 300多少 300 三百零幾也是300 315也是 也是300啊 以上啊 但是我跟各位講 當然我當然算得出來 但是呢 在節目上不要講得太明了 你到三關價先修班 你只要平蓋股手機 理應組件有被動源權都來聽 我會算的 我用很多特殊技術分析 都我自己的特殊技術分析 一檔一檔算給你聽 好 那你到我三關價的出階 預算班對不對 因為現在 有一些人會怕群聚感染 對不對 但是我場地會消毒 然後呢 你來 每個人來 我都會給你一片口罩 就這麼簡單 你來可以安心的上課 安心的學 而且是免費 座位有限 儘早報名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繼續談 好 利多出現 那空軍的召集令一樣跟各位講 現在月線都是在扣高喔 好 那想要跟著我 賣在相對高檔避開風險 或想要成為空軍的 今天入會 好 請播02389 8689 再加證 2月16號的預算密集班 好 這是你入會 就加證這個預算密集班 你未來會變高手 那這個禮拜天的 三關價出現預算班 座位有限 儘早報名 好 那是免費的 一樣請播02389 8689 支付專線02 2389 8689 啟發頭顧有粉絲團喔 嚮往花錢不猶豫的生活嗎 想輕鬆退休 不為錢煩惱嗎 快掌握啟發頭顧分析師動向 線上解盤 財經解讀 台股分析 講座資訊 重點新聞 啟發頭顧粉絲團通通都有 鎖定啟發頭顧粉絲團 讓你財富滿滿滿 竹梦專線02 2389 8689 啟發頭顧 啟動財富成長 發現幸福人生 想帶家人出國旅遊 卻難以實現 想為家人換車 你卻遲疑了 也讓缺錢成為你的理由 讓啟發頭顧 協助愛家的你 達到幸福美滿的家庭 選擇啟發頭顧 獲利輕鬆入袋 致富專線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啟發頭顧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剛剛忘記跟哥講 你看我帽一樣 來 你看我帽1月營收20.17億 1月份20億就好了 月增60% 1月份來看一下 你們都沒有在看東西 都沒有在看 現在是12月份是22億 那1月份變20億 那我們來講最簡單的 這裡就是去年第四季 這裡是傳統電子股的旺季 它的MOM既然都只有小增 甚至還大 還減 這代表有問題 這代表有問題你知道嗎 那蘋果最近又來到 最高來到327對不對 我之前跟哥講322到358嘛 那蘋果關閉 關閉在大陸的所有的專賣店 那蘋果第一季的財報會不會好看 大陸是一個全球的銷售的 一個所謂重點地區 蘋果把因為武漢病毒的一個問題 把它給關閉了 那蘋果第一季的財報好不好看 不用頭髮想 用腳頭髮想就知道 對不對 所以既然這種狀況 又遇到武漢病毒的 供應應的問題 又復工開工的一些 這些雜七雜八的問題 還有整個供應應的混亂的問題 那你想第一季 又是傳統電子股的旺季 那你現在趁這個時候 你應該怎麼做 這是基本面的一個所謂的判斷 所以你要小心 第一季很傷腦筋 那你現在去做多事對的嗎 來講這個是基本面的部分 先跟各位談 當然呢 做坑夠人玩嘛 對不對 做坑人人家不喜歡參加會員 比如講就有很多人說 老師這個我媽都是被你講下來的 雙紅都是被你講下來的 神盾都是被你講下來的 當講下來你看不好的時候 我開始在回補空單 我回補空單 我回補空單 對不對 那第二波我就空單開始進場了 那為什麼要去做空 當然 來要看一下倒球 那現在的利多出現 你自己要小心喔 來看一下趨勢轉折 月線的部分 這是倒球扣高轉折 納斯達克 二月份的扣高轉折 費半也扣高轉折 看得懂嗎 台股二月這一月二月二月扣高轉折 你知道小心喔 我是我知道的人 但是我怕各位做錯 所以我跟各位講 之前有很多的瓶蓋股 跌了犀利化拉 當開紅盤以後 大盤不佳 大家開始在殺在地板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是融資斷頭 空單在揮補 那現在彈身上來 所有人又看好了 對不對 我空單準備要進場 就這麼簡單 我只跟各位講 反正會相信我 就是只有少部分人 因為少部分人是贏家嘛 那有很多人看到我做空 就說 這東西有郭憲政說的 不是 我有know how 我有技術 我事先做預告 我已經躲開這一波風險 而且賺了一波的 再來我第二波 開始要空單進場 那你要相信我 你就跟著我 那如果不相信 那我沒辦法 反正未來你就知道了 未來你會痛不欲生 因為我會算高點低點 是用很多特殊技術分析 那你如果不懂 又聽不清楚的 想要知道更多的 歡迎到我的2月9號的三關價 初階預算班 我教你很多東西 兩個小時 那座位有限儘早報名 現場我有消毒過 然後呢 演講會長有消毒過 然後我還給你一片的那個 不是面膜 是口罩 就這麼簡單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祝各位明天超版勝利 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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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團